双溪区共和里东龙桥旁的户外 因为大雨不断的冲刷 里头已经开始掏空 21号议员林一齐服务处和里长就到了现场会刊 由于上方有住有几户的住民 安全上有疑虑 而目前先厘清全责之后 再由全责单位进场修复 保障民众安全 进入东北季风盛行的季节 再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近日连日雨势不断 这也让住在东龙桥附近的居民很紧张 因为自己住家底下的户案 目前已经掏空 居住安全受到影响 掏空 台湾是这红胎 每一期红胎的时候 要发现到 这种出租 来发现到要给它报告 我报告公诉 发作公诉来跟一般单位来 来看不然如何处理 当地里长表示 自几年前台风过后 就有住户发现 下方户案有掏空的情形 而且每年掏空的情形 都越来越严重 附近住户担心 有天会影响到陆基 甚至坍塌 现在只要大雨一来 就会很紧张 大家都会儿子 像今天让他们大人的员员 有的都做了减少6人 让国家大人是 当地水平关上 整个厨所就处得 我们的主要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服务处这边 也希望说能尽快 找出这个全职单位 早日来修复 整座博坎的规裂 及掏空的部分 能够尽量来加强 来补强 院服处表示 今天和里长到东荣桥旁 户案会堪 发现石头户案里头 居然已经掏空多时 加上最近动不动就下大雨 居民安全令人堪忧 介纯威双溪采访报道